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北海道郭导 欢迎来到北海道杂皇室 在这里买房子,十分钟就搞定 为什么呢?因为这十分钟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 就是我先来看这房子的外观 然后到处去看周围,看它的生活环境,生活机能 像这里有超市,而且有很多间 那有学校,当然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都是 小学中学,高中都是走路可以到的 大学可能就是开车,或是骑脚踏车 当然冬天就不方便,所以学区没什么问题 那生活上也很OK,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超市很多家,你的生活用品都够 还有你的,比如说麦当劳便利商店 这些基本的,邮局,车站 车站,从我家走过去了大概二十分钟 所以当这些都看完了,地点OK了 因为跟市中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市中心可能没有什么前景 那这里是有前景发展的 所以这几年啊,我买房子到现在五年 这五年前到现在,比起来的话 多了很多新建的建筑物 而且这个人口一直在增加 是有前景的,而且这个土地啊 房子的价钱也涨了百分之十了 所以我在看这个房子的时候 请仲介开门,进去看了十分钟 然后再问他,税金是多少? 十分钟?我就说我要买了 他吓一跳,他说欸,怎么突然要买? 要不要多看一下,多问一下 我说不用 因为可能他怕我临时取消 会造成他的困难 所以买房子就是这么简单 那这里是杂幌市 很多人说北海道它是一个乡下 对,我不否认 北海道是乡下 但杂幌市却是都市,大都会 而且在全日本呢 这个人口一亿两千五百万 那这个人口在全世界 也是排名在十名内的 那这个都市的排名 第一名就是东京 第二名是大阪 第三名是神奈川 也就横滨 第四名是爱芝县的明谷屋 第五名就是杂幌市了 所以说它的前景很好 我看准了这里 所以来这里定居了 谢谢各位 那我们再去看看吧 行きましょう 哦 哦,这里有个绿色的 招牌,看看什么 出发了 去绕一圈看看吧 很漂亮的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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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有三百多户 一共有三百多户 骑脚踏车大概三十秒 就一个很大的超市 这24小时 这24小时 叫Torayar 烟酒生活用品 什么都有 从这里右转 从这里右转 没有机车的环境 没有机车的环境真漂亮 因为这里没有违规停车的 人啊 为什么 买车要有车库 很大的那个加油站 来 再一个贵宾 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样就有便利商店了 走路也大概是五分钟 有没有很漂亮 很大 停车场免费 再来隔壁 来各位贵宾 这个叫做 麦当劳 小败 台湾人啊 只要看到麦当劳 就知道当地的地价 是不错的 有机会涨 所以我看到这个 就是一个关键的原因 然后这里也有那个 Yellow Hard 我们台湾叫统一黄帽 是汽车精品 又一个加油站 再来这里 健身房 牙科 资财馆 这么大 开影子 就从我家看得到 那个绿色的 招牌男间店 就类似特立屋 那种地方 然后在旁边又超市 哇,这停车场很大 可以停800部车 Super AX 超市 那刚刚那个 TRAEL超市 它是24小时 这一间不是 整排都是商店啊 这个叫喜马布拉 在台湾有开 叫斯梦乐 衣服 襪子 包包 鞋子 那这个是卖书的 或出租录影带 啊不是录影带 DVD 或是中古的行动电话 手机 Espy 这间卖鞋的 洗衣店 眼镜店 那这里有 鞋子 那这里有鞋子 药妆店 改手 大创 百元店 拉面店 这个是拉面店 这个是大创 都很大 这个是药妆店 那旁边这个叫 Abel 就是 流行的服装啊 首饰啊 小女生爱的 跟那个斯梦乐 西马木拉 他们是 同系列的 旁边有一个 橡布鞋 一样是服饰的 这个在全日本 都有很多分店的 有来过日本的各位贵宾 应该很熟悉吧 这个地方 伊勇 勇望购物商场 当然住在这里也少不了这个了 所以居家生活 饮食、衣食、住行、欲乐 该有的设施都有了 那这个社区 是很不错的哦 在这里也没有 在哪里 又回来 在这里也没有 在这边 在这里也没有 有很多人 那里 也没有 在这里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在这里 那里 在这边 有很多人 在这里 有很多人 都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一只要卖2900 80万吧 这大概3000万 这个地 建筑物大概是将近120平方公尺 还有停车位 这边可以烤肉 都很新啊 这边每一栋啊 他们的税金 台湾有地价税跟房屋税 那这里都是统一叫做固定资产税 一年开增一次 就房子跟土地一起增的 不要再分开的 所以像这样 200平方公尺左右 120平方公尺的建筑物 一年的固定资产税是多少呢 我的是十万零四千 十万零四千 大概都是这个数目吧 所以算起来 并不贵哦 这是内科诊所 我又来这边看哦 这一间是家庭诊所 这是药局 诊古院 这是另外一间便利商店 这边洗口麻豆 北海道才有 又有消化内科了 还有草莓药局 我这边好有皮肤科 鼻喉科 另外一间超市 还有大厂的药妆店 这里是邮局了 此科也就是牙科 眼科 亲自眼科 诊所很多 当然医院也有 还有更大的 还有一个医院叫西人会 上面可以停直升机的 北洋银行 车站前的北海道银行 Lucky超市 车站前的 起点要装点 住宅区 这是附近的社区 房子都是这样 不看树就知道 长很高了 我那个社区啊 还没什么高树 这里还蛮多的 房子很明显比较旧 附近的小学 开校第129周年了 到开拓也大概150年 另外一间小学了 这是附近的中学 国中就对了 儿童此科 还有站 飞空网头 另外一间便利商店 小七 7-11 也是停车场 平免费很大哦 附近的神社 山口神社 野生的鸭子 这是住宅区啊 防大雨 或积水 这时候 可以储水用的 这个叫储水池 但是一次也没用到 反而是鸭子 野生鸭子在这边生活的 大型的公园 新智公园 大型的公园 而且都有整理哦 不冬天不开放 光看这个草皮就很舒服 这都定期在割草的 所以各位贵宾觉得这 区块是不是都有啦 生活机能该有的都有啦 所以不一定要住在那个闹区啊 市中心 郊区反而空旷 那个学校 麦当劳对面还有 邮兵场哦 麦当劳在那里 这几栋 你看没有 都是我搬来之后才建的 这些就是所谓的 那这里是有点市郊 为什么叫市郊 这市中心 比如说台北市 台北市市中心 中正中山区 有没有 就是大概 札幌市的大通公园那个地方 这里到大通公园 大概 13公里左右 13公里 那台北市中心 13公里 可以去到哪里 五谷 南港 内湖 淡水 淡水应该还不到 就类似那种感觉的区块了 那电车也会有 交通也很方便 冬天 你觉得很困扰 其实也不会 我夏天啊 那个电费啊 一万日币左右 我家五个人 而且我家都用电的 瓦斯都没有 全部是IH 暖气啊 都是用电的 但到了冬天啊 必须开暖气了 那就贵了 可能一个月要四五万日币了 因为暖气要一直开着 但是平均下来 夏天 很热只要电风扇 不然只要开窗 冷气节省下来的 所以平均起来啊 它并不贵 因为一年积雪就四个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应该说三个月啦 三月开始就 几乎不太下雪 然后开始慢慢 浓雪了 所以北海道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想象就非常的夏天 有没有 而且这个北海道啊 是日本全国 是日本全国 移居希望 希望移居的排行第一名哦 所以我五年住下来算一算 税金 车子的税金 车子的税金 房子的税金 都比我在台湾的 车子税 还有房子税 地价税 还要少 那电费是多了一点 那那个在外面用餐啊 餐厅比台湾贵了一点点 大概二两倍左右吧 那你如果自己买回来吃 甚至比台湾的超市便宜哦 所以这个 台湾跟日本的人口的收入来比的话 这边我得觉得消费还低一点 这也是我主要喜欢住这个地方 环境好 空气好 而且人都亲切 那大家也长得一样 没有说像欧美那一种 那开车有规矩 路上没有机车 小孩的一个很好成长环境 也是我喜欢的一种 生活方式 当然啦 说习惯还是台湾比较习惯 毕竟是我出生的地方 心里的一种 也不愿意 那我们先用这个 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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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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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公里 260公里 230公里 up кокос 545公里 57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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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公里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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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